大家好,我是畅然 这一节课呢,我们带领大家接着上一节课的话题 就是这个 上一节课我们讲了express request object里面的一些使用 这一节课呢,我们会讲response object 也就是每一个callback,中间键里面的callback函数里面 第二个传入的参数 里面拥有的一些attribute的一些property 那么我们不多说呢 就直接来看这个response.render这个function 这render function是我们日后讲课的重点 我们在下一堂课会讲到模板的时候 会重点给大家讲如何用这个render 在这里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render 怎么使用render,就是render template まずtemplate怎么render呢 就是首先,这里应该有个package.json 我把上一堂课的package.json复制过来 粘点到这儿,我们现在呢,不需要其他这些mojo了 而我们呢,因为我们在之后的这个课程中呢 会讲一个render不是用它express自带的那个叫jade的那个模板系统 我们会讲一个叫handlebar的模板系统 我觉得这个模板系统呢,这个模板呢,是比较容易学的 因为jade的那个模板呢,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我给大家给大家去jade template的官网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样子的,不好意思,写错了 这个template engine呢,他写html的时候是用了这种方式来写 看起来很不像我们通常的htm的样子 比如说他attribute这种等号,script就用就这样 然后body呢,或者tag呢,就用空格来区分 然后还用indentation,最后形成这样的html 这个不太直观,对于我们来一般了解html 只了解html的同学,学习难度比较大 学习这个learning curve比较陡 就学习曲线比较陡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handlebar呢 handlebar的这个sintext 这个,哎呦,总拼错 handlebar这个语法是这个样子的 他很简单,他很像这个我们一般使用的html 比如说,呃,我们要写一个html的dev 我们在里面要有几个的内容呢,需要动态的replace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那他分那个single code,呃,这个颗粒,这个大括号 那就是单大括号,双大括号 呃,不错了,呃,双大括号,三大括号 在之后的课程中呢,我会给大家解释 下一下一讲呢,我在讲模板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handlebar的这些基本使用 好的,我们回到,呃,所以呢 我们这边就要引入一个叫 呃,express handlebar的一个module 哦,我忘了,express handlebar的module名字叫什么 express handlebar 哦,对,它叫express handlebars 我们copy一下 呃,这边呢 同样呢,像上次一样 我给它写成任意的版本 然后啊,运行一下npm n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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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它安装一下 安装一下这个express handlebar 哦,这边不该写router 我这边是response 啊,这个其实无关紧要了 然后我们回到这边呢 我们就需要引用这个handlebar 我们就把它hbs express复制一下吧 express handlebars require它 接下来我们要干的事情呢 就是,我们先要告诉,呃,这个app 呃,哦 我们先要告诉这个appsat 先为止呢,这个express呢 不知道,呃,不知道 我引入的这个东西是个,是个,是个engine 所以我先得告诉他 engine,告诉他hbs 这个engine呢 就是hbs 好,然后我们在app.set 我们要setview engine 为了再称hbs 呃,set成hbs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render function了 因为此时呢 我们就把这个当前这个express mode 呃,这个app呢 他view engine就设成hbs了 然后他默认的views呢 我都会放在这个views folder里面 我这边预先给他建立一个views folder 在里面我有一个render.handlebar 在这个里面呢 我要写什么呢 我就写一个,比如说 呃,写一个简单的 呃 写一个简单的html吧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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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里面会写一个,呃,he 然后写 this is my i 自 到edu he ok 现在呢 我们就有了一个 就有了一个template 然后他的extension呢是handlebars 呃,现在我们运行一下这个这个程序 我们 哦,不好意思 忘了在这边加这个router了 我每节课都会有这个router 这边复制一下 站到这里 首先呢 这是一个get 当我get什么的时候呢 gettest的时候 我就 调用response 因为今天我们讲的是response 点 呃,render render哪个文件呢 render这个 render 这个文件 因为他的默认extension handlebars 所以我这边就不用写点handlebars了 我们重新启动一下index 然后我们会把这些都关掉 回到我们的localhost 最常的localhost 然后我们去我们的这个test这个名字里面 哦 这边 view fail to look up view render in views directory results views 为什么找不到 难道我还要写hbs吗 哦 哦 是这样子的 因为他的 因为他的extension是hbs 所以我这边要把它改成hbs 不好意思 呃,他的名字叫这个module名叫cindlebar 但我给他这边起名的起成hbs 所以他的extension应该是hbs 所以他的extension应该是hbs 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response这个里面 假如说对这个test呢 我们有两个回答案数 就是他分两个 所以说第一个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给response.local呢 负一点值 比如说response.local等于 呃,等于一个object吧 呃,name 他的name呢 是 呃,mai 子 好 这样我们就哦 这边是local 不好意思 response.local 呃,他是response.local 但是在第二个函数里面呢 我们其实可以访问 我们在这个response.object里面呢 我们就有 比如说我console.log response.logos.name 我们重新运行我们程序 刷新一下 哦,不好意思 我犯了一个比较大的错误 就是这边呢 没有调用next 也就是他永远的卡在了这一步 永远没有进入第二 以第二个这个回答案数 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大家看 麦子 在第二个函数里面 我们就可以console.log出麦子 也就是他这个local呢 永远存在了这个response 这个object里面 呃,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local呢 其实是可以默认传入render function的 这个就是你render的时候 其实可以向他里面传入一些参数的 呃,这个参数呢 其实是这个local是默认会传 传到这个参数里面 比如说,呃,我在这边简单给大家介绍 介绍一下 呃,我把这个math.edu给他变成 像我刚才让大家看了 变成name 然后呢 我如果不从这里面传name 我可以在这传name name等于呢 呃,math.edu 好 我把这一行 先common掉 我把这一行呢 也common掉 现在呢 我运行一下 当我refresh的时候呢 我可以看到math.edu 为什么呢 是因为 是因为我的 把这几个关掉 是因为我的template那个name呢 被他replace了 呃,但是呢 我也可以使用这种方式 把这一行删掉 把这一行 呃,这一行其实无关紧要了 然后把这个删掉 大家看一下什么效果 它其实这个local的内容呢 是默认会传入这里面的 math.edu 大家看math.edu 我给点math.edu math.edu math.edu 就和刚才一样了 math.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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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html的同学 应该肯定会知道 我可以设置 content 呃 type 呃 默认的content type 是什么呢 是有可能 有时候 呃 有时候是json 有时候是 呃 一般我们都是html 所以说发回去是一个html 这样我可以 我可以set从json 呃 这就是set 我可以set content type 可以set content lines 呃 所有html的header response的header 我都可以在这里设置 让大家看一下什么是response header 嗯 就是打开network 我refresh一下 哦 我的server down了 没关系 这边也可以看到一些header 有user agent 还有这些 如果把我的server再运行起来的话 node index index 像这一个 我就可以得到一些很多header 比如说这个 呃 response header里面 我就有taxhtml 啊 charset 也是utf8 这e tag之类的 我都可以通过这个response.set 来给它返回 啊 讲完前三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后三个 呃 后三个呢 呃 是比较类似的 比如说这个sand sand的话呢 我可以发 直接发body 也可以 先发一个status code 再发body 让大家看这个sand什么意思 其实在之前的事例中 我已经用过无数次这个sand了 只不过今天系统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sand sand和json json其实是sand的一种 但是它是默认发回去的这个content type 的是json content type 呃 所以说我在这边呢 就 呃 呃 因为没必要 啊 这样我再写一个吧 呃 这个例示例可以给大家 还留着 呃 这个我可以写 就是sand 现在我是在测试sand 呃 我把这个function 传 copy过来 这边呢 少一个括号 回来 这边不用靠next 好 sand的时候呢 我就 掉用response 啊 我不掉用response.sand 我掉用response.sand 呃 我不掉用response.sand Render 我掉用response.sand 我可以给他sand一个 比如说一个code是 呃 404 然后内容呢 我给他放 not fond 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 在天朝的同学们应该很熟悉 我这边就是sand 啊 不好意思 我需要冲击一下server sand 看 我虽然收到了这个notfond 这个preview里面有notfond 但是呢 我这边的header呢 是for for notfond 我还可以发任何我想要的code 比如说我发200 呃 哎不然就不应该是notfond的 fond 大家看啊 在早午以前我用的版本 突然我突然看到这个warning message 有时候大家需要注意一下这个warning message 就这个呃 这些 他现在说的是这个 sand这个function呢被deprecated 就是sand这个function以后呢 在以后的版本中将不会接受这个 呃 status code 你呢 需要专门用这个status function 来靠 也就是正确的方法 在未来的方法呢 啊 我可能这个比较 也用的比较老了 老的版本了 一起前一身 正确的方法是这样子 先靠status 然后再再靠sand f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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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正确的方法 我通过两个函数发回去 看大家这边我就get the 200 的fond 这边呢 也可以sand里面也可以board里面也可以传任何的html 比如说我可以传 看啊 一个ptag ptag 然后hello word hello word ok 我就拿到了一个ptag 大家respect inspect一下这个 element 就可以看到它里面其实一个ptag 好 这是sand的功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json 呃 就是接下来的一个 我们直接跳到了第二个 那我所以说我这里面写的这个呢 是不不标准的 我需要在这边 在4点呢 写一个response.status 这个 这个function呢 是专门用来response 专门用来返回这个status code to这个client端的 啊 接下来这些就是5 6 7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不需要正面解释 这边呢 就是直接传播的 这边呢就是直接传播的 它就是直接传播的 啊 json呢 呃 这边我写成json json 我写成json 导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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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 我们重启一下server 这边呢 给它换成json 大家看我这样就是收到一个json的请求 我这边有一个json parser 自动可以把它 parse成一个json 呃 所以 我刚才点错了好像一个键 他回不去刚才那种模式 我不知道怎么回到刚才那种比较好看的模式 是不是可以重开一个tag 啊对 这个tag 这个tab有问题 我把它改了 大家看回来的呢 就是一个json object 发现一下 这个content type呢 就是 content type 在哪里 content type 就是application application json 他就是一个json形式的object 我发回来的就是object 这个特别适合在做api的时候 比如说你吃了一个json 以json为形式的api 返回一个一个东西 client的段自动parse 呃这样呢 就比较合适 response preview 可以看一下 就是标准的json格式 它是一个valid的json 然后在前端就可以用 呃 json parse 把这个object 把这个object parse过来 然后就可以根据里面的信息 来显示一些东西 就是 呃 也是比较方便的 最后呢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redirect redirect 顾名思义 就是我们学过 如果熟悉之前php啊 或者任何其他语言的同学呢 就知道redirect呢 其实就是 呃 把当前用户的redirect到一些域名 比如说这个我这边写redirect 然后redirect呢 呃 这个function呢 我就 呃 还是 redirect 就直接response. 啊 点redirect 我看redirect到什么地方呢 我可以redirect到 比如说你连接redirect到 我可以把你转接到json 这样呢 我其实访问的是redirect 但是呢 最后我却回到了json 大家看 我访问的是redirect 把这个复制一下 但是我被redirect回到json 呃 我可以也可以redirect到 3w.google.com 哦 忘记重新 我需要重新的sore 我就被重新 direct到3w.google.com 但是 我他自动把这个3w.google.com 放到了后面 我好像是应该要加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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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ok 那我回到了 google.com 只要访问这个应该自动会跳转到google.com 好 这就是redirect的用法 好呢 这样 这样呢 我们再就在大概15分钟左右呢 把这个response object讲完了 当然这个response object呢 也有很多其他的用法 我们这里 呃 就不带 不给大家全部介绍了 不其他的参数在response object上 大家欢迎大家呢 去看他的这个 呃 document 就文档文档 是写的很好的express js js 的文档 好像他也是有中文版的 下 这过两天呢 我会把中文版比如说这边 有 哦 api reference 这边 response object里面的一些东西 我今天讲了其中的一部分 比如说这个links呢 我就没有讲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其实很简单 呃我会我讲了status 讲了set 呃 send file也没讲 因为呃 大家看一下就知道 就是发送一个file到前端 其实跟send没什么区别 也只不过前端收到的是一个file 还有download的 clear cookie这些大家都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啊 未来的课程中如果有时间呢 我会在这个 呃实例中呢 给教大家如何使用一些没有讲过的 呃方法 比如在request 上也有一些内容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需要的话 就可以直接去去看文档 看文档还是在在编程中呢 还是非常必要的 好的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呃 谢谢大家 下一节课我们呢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express中handlebar的使用 呃 欢迎大家下次收听